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网友们调侃 或许过不了几天 在华的美国公司和厂家就会收到消防整改 卫生许可处罚和偷税漏税指控等等 有中国特色的通知了 总之让在华美国公司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关于这一点 王岐山三月份的一次讲话也明说了 今年三月底 一批美国企业高管和其他跨国公司掌门人 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时 他们收到一个严厉信息 如果美中不断发酵的贸易冲突升级 请系好安全带 一位与会人士称 这一信息相当明确 这位人士称 很多公司将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牺牲品 在目前全球复杂的供应链中 很多外国公司使用从其他地方购买的部件 在中国组装产品 然后将产品向往美国和其他市场 美国实施的任何新制裁 以及中国政府的施压和其他报复措施 都将使这些公司受到冲击 纽约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一项分析显示 外商投资公司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43% 其中外商投资制造企业在中国信息和通讯技术出口的占比 高达77% 信息和通讯技术是川普政府强调要加征关税的领域 出席3月份会议的人士称 王岐山告诉上述商业领袖 他们应该更努力的游说川普政府 不要发动贸易攻势 这些领袖包括来自IBM 英特尔和私募公司黑石集团的高管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中国赶走美国企业或许郑重川普下怀 他要的就是逼在华美国企业回流美国 针对美国公司是一方面 央行降准是另外一方面 中国央行在周二公布的一份工作论文中表示 应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从而降低金融机构负担 工作论文的作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 银行的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面临明显约束 不断收紧的金融监管 促使大量表外业务回归表内 徐忠称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也是必然的 他还说 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 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 中国央行在4月份将大多数国内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一个百分点 在经济增长降温以及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 最近市场呼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一直在高涨 央行2万字工作论文9次提紧降准 似乎也是在释放信号 最近的事实表明 白宫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日趋强硬 川普政府加紧了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口诛笔伐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指责中国发动系统性的经济侵略 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扩大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 导致市场陷入新一轮动荡 无论是新一轮关税威胁 还是阐明其行动理由的报告 都彰显这篇报告的主要执笔人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他一直在影响并股东川普 采取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最强硬的贸易立场 这份长达65页的报告题为 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全球科技及知识产权 除了已经宣布或正在考虑的贸易和投资限制外 报告没有提出任何新政策 也没有针对中国贸易行为开辟新战线 报告汇总了现有的考察中国经济政策的公开报告 含有300个付诸和长达30页的附录 但这份报告却加剧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为即将出台的新政策提供了内部讨论的逻辑基础 在川普执政第一年内 内瓦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边缘化 他的观点被川普身边兴奋传统自由贸易原则的助手们所削弱 这份经济侵略报告是白宫贸易与制造政策办公室发布的首份报告 这个小型机构是一年多以前刚为内瓦罗成立的 今年3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发布了一份远比这份报告更长也更详尽的报告 为美国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提供了初步依据 这波关税措施顶于7月6日生效 美国贸易代表发布的报告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行为 比如迫使美国企业转移知识产权 以及实施不合理而且具有歧视性的政策 这份报告聚焦于科技相关政策 没有使用经济侵略这样的字眼 川普在去年12月首次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暗示 要把中国塑造成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并承诺会对抗这种经济侵略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纳瓦罗在这篇报告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报告发布前还经过其他部门审阅 多位美国官员称 这份报告意在列出一个更宽泛的框架 指责中国企图通过一系列全面协调的政策 来获取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精华 这份报告将川普政府指控的中国经济侵略行为 分为五个大类 包括为中国企业保护国内市场 确保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以及寻求主导尖端科技企业 报道随后列出了中国政府的50多类政策 从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到阻止其他国家获得主要产于中国的关键原材料等 称中国政府正是通过实施这些政策来达到上述目的的 消息人士称 川普政府贸易政策越来越强硬 代表了鹰派的抬头 特别是白宫资深顾问内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作为代表 上述两人都称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根本的威胁 需要采取措施对付 甚至不惜美国的经济将因此受到影响的代价 纳网罗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川普总统已经给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机会 改变其侵犯性的行为 中国确实将会输得比美国还要多 纽约时报指出 向价值高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关税 川普政府盘算中国将会首先屈服 然而这是一场豪赌 因为这个政策将放弃外交谈判的途径 而偏向采用一个宁愿让太平洋两岸的消费者和公司 都蒙受损失的惩罚性措施 全球的股市在星期二 都已经因为贸易战升级的威胁而全面下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 第二波额外的关税将不会生效 直至美国选定向中国哪一类的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在此期间 政府将会聆听业界的意见和建议 这可能将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而中国官员对美国的态度颇值得回味 前中国财政部长楼基伟 在三月底与中美经济学家 及政府顾问的闭门会议上表示 中国不会被迫做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美日贸易争端中美国想要日本做的事 楼基伟现任中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 据知情人士称 楼基伟表示 中国不是美国的情人 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 不过目前看 这对夫妻的矛盾已经闹大了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